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燕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它在西州时是少公的封地 但由于位置偏僻 与中原往来不多 文化落后 在春秋时并未斩露头角 曾经一度被游牧民族入侵 险些王国 是靠着齐皇宫尊王攘仪的帮助 才得以保全 但是到了战国时 燕国却崛起 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 而燕国能够位列大国 是因为他打败了曾经帮助过他的齐国 差点让齐国灭亡 那么弱小的燕国是怎样迅速崛起的 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细致节目 国史通鉴 齐燕争锋 那么齐国通过马林之战 取代了魏国的地位 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再度辉煌的时期 他不但称王 而且有一度和秦国相互称帝 那么齐国是东帝 秦国是西帝 在齐国的北边 是另外一个大国 叫做燕国 也是战国七雄之一 他是第一个支持 合纵这个主张的 那么苏秦得到第一个支持 就是在燕国 因而他加入了这个大国的这个行列 他在加入了大国的行列里头 以后 闹出了一个令人体笑皆非的闹曲 那么这个燕国应该说也很有传统 他是周文王素质的一个封国 但是由于材料的缺乏 同时由于他这个封国在燕山 偏居燕山 所以留下来的材料很少 他们具体有些什么活动 我们应该说是知之甚少 在春秋时期 齐桓公曾经帮助这个燕 狄宇三龙 那么出了那个老马仕途的故事 后来到了战国期间 苏秦第一个说服的就是这个燕 当时燕国在位的是燕文公 燕文公死了以后呢 那么是他的儿子继位 叫做燕义王 燕义王死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动荡 一种什么动荡呢 齐国出兵占了人家十个城市 十座城 虽然后来撤兵了 但是给燕国还是造成了一种伤害 燕国继位的是一个叫做快的一个太子 后来人们把他叫做燕王快 我们现在所说的他出的闹剧 就出在这个燕王快身上 坦率的说这个燕王快应该是个不错的人 他有理想 有抱负 还特别善良 但是善良的有点迂腐 问题就从这里开始 那么有记载说 他领先下世 他专心人意 而且很体恤老百姓 甚至亲自去进行耕作 那个可能大有当年顺地 挥边牛耕的那种场景 而且他非常羡慕和憧憬 当年姚舜宇散浪的这么一种故事 觉得如果这种故事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生 那真是太好了 他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后来由于出了问题 很多人讥笑他 挖苦他 比如韩非子 韩非子就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 那四个字叫做苦生爱民 先是自己吃苦 他不游乱 不享受 但是爱抚老百姓 那么他既然憧憬这么一种 圣贤的世界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在自己身上重演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什么 什么就来了 他想做贤人 那贤人就在他身边 谁 他的相国 这个人叫子姿 这个子姿到底什么来历 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不知道他是何方人士 只知道 他在燕王快的时候 做了相国 非常有能力 而且他的政治主张 还跟燕王快很接近 譬如说 燕王快要弄民生 要关心民生 那么可能子姿早就送温了 在燕王快 希望能够有人才 这个子姿可能就把他需要的人才 就带到他身边来了 那么很多事情在燕王快 还在构思的时候 子姿可能就做出了判断 而且一般来说 他的判断还比较准确 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 有一位国君 他想效仿 宠敬 那个当年姚舜宇 姚舜宇 善浪的故事 那么他身边就有人 以圣贤自居 你如果善浪 不如善王可活了 既然有这么样个人 于是就有人进去推动了 所以在中国历史也好 世界历史也好 我们现实生活里头也好 你有什么想法 有人可能会帮你实现 于是就出了一批人 来运作这个事 运作什么事 运作让燕王快 很好的实践自己的理想 同时也让子姿 更大的花费自己才能 来推动这么一个事情 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哪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一个叫苏黛 这个名字我们是第一次提到 据称是苏群的兄弟 但是到底是苏群的兄 还是苏群的弟 有不同的说法 还有一个人叫陆毛顺 这两个人在主要推动 当然还有人在推动 在他们的这种推动之下 事情发生了 在公元前316年 这个燕王快 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善浪典礼 把自己的燕王的位置 隆重的浪位给 子子也就南面称君了 面南称君 而燕王快 竟然变成成子 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 姚舜宇的善浪 这是传说 这是故事 但是燕王快的善浪 这是真实的记载 和实有其事 这就可以说 是一种战国时期的 当代版的善浪 但是同时 也是中国历史上 绝版善浪 就是当一个国君 权力还很大的时候 还能够操纵国家的时候 他竟然主动的把这个位置 让给一个闲人 那么这一次的善浪 严格说起来 他是分三步进行的 这三步都有一个前提 前提就是燕王快的 有理想 同时燕王快的善良 和好面子 于是有三步 第一步 由书代推荐 书代怎么推动 书代推动的是 强化燕王快 用弦浪弦的这个理念 他本来就有这个理念 现在强化他 怎么强化 他利用一次 从齐国出使回来的机会 当然其他 肯定还有过很多的机会 那么燕王快就问他 齐国怎么样 齐国的国君怎么样 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 这个文化 结果书代 把事情引向自己的局 怎么引 说了三个字 必不罢 齐国 虽然国家强胜 虽然国君很了不起 但是他一定成不了霸 就引进自己的局 那个燕王快就问他 他为什么必不霸 又说了一句话 不信其成 不相信自己的大臣 或者是相信 但是用人不作恩 这样一来 就引起燕王快的反思了 我尽管重用指质 是不是用他用的还不够 用的还不钻 你看看 出带就花了这么个笼子 让他继续往里头钻 于是燕王快就给了 这次更大的权力了 第一步推进 第二步 由陆毛兽来推进 推进什么呢 推进 燕王快 由用贤让贤的理念 转为用贤让贤的实际 他把他推进了 实践这个事 怎么推进 也有一番说辞 说当年姚 把这个王位 要散让给许游 但是许游这个贤人呢 他不愿意做 他逃掉 所以尽管没有散让成功 但是姚已经有了散让的美名 所以建议大王呢 不如你也把这个王位 说要传给指示 观察他的态度 如果他接受下来 说明他有这种想法 我们未必给他 如果他不接受下来 他就真正的显然 燕王快一听 这倒是个办法 于是表示散让 结果一散让 只是坚决不接受 他一不接受 燕王快就觉得 这个人更是贤者 一定要你接受 我这个国君就不做了 一定要你做 如果你不做 我还做 我算什么嘛 那我实现不了自己 用闲浪闲的这个理想 所以才出现 我们刚才说的 公元前316年 出的那样一场剧 就是把王位 散让给下面一个 他认为是闲的城市 此之 做燕王了 那么燕王快 做成了 这是第二步 推进了 但是还要第三步 把第三步 又一伙人 在燕王快面前 在推动 说当年 还有一个例子 一个什么例子 是宇 把王位 让给了博弈 但是他儿子还在管事 于是的时候 宇的儿子 就是起起发兵 攻打博弈 然后把这个王位 抢过来了 所以天下人 都此笑这个 于 说这个于 假装把王位 忘给博弈 实际上是让自己的儿子 自取次 要不然的话 你进来浪位了 你的儿子干嘛 还有那么大的权力呢 这个冤王快一听 对呀 于是 彻底浪位 怎么彻底浪位 把自己所派下去的官员 把他的太子 所派下去的官员 三百多人 统统撤回 然后又指质 来认命自己的官员 你看看 所有的权力 权力不搬一张 由一个野心家 和一伙死党 应该说 苏黛和这个陆毛寿 以及其他等等 推动的人 都是指质的死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 这帮人明显地在涉及 一步一步地夺权 一步一地抢班 名义上 这个燕王快是主动的 他善让 实际上是这帮人 正在推动的 但是唯独不明白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燕王快 在这个过程中 谁只要说指质的不是 他就跟随即 谁要说指质的不是 他就认为人家是嫉妒 是在影响自己 实践自己的伟大理想 但是历史是讲究效果的 不管这帮人 你说他野心家也好 你说他死党也好 如果这帮人 能够在散当以后 能够在继位以后 能够在掌权以后 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很好 让燕民能够过上好日子 让燕国能够和谐平安 稳定的发展 这不妨倒是为中国后来的发展 提供了一种政治格局 但是他办坏了 怎么办坏 太着急 在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像田氏戴琪那样 给燕民有很多好处 让人民都拥护了 恰恰相反 是迅速的进行官员的换班 在这个换班的过程中 失去权力的 失去利益的 自然就不满 他们以燕太子为核心 就形成了反对派 一形成反对派 国内就陷入内战 一内战 燕国就乱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燕国发生内患 于是想去齐国班救兵 不曾想 齐国的救援 却变成了燕国的一场浩劫 齐燕争锋 由此开始 敬请收看国师通鉴之 齐燕争锋 燕王快的善长 是一次理想主义者的失败 并非因为他不够好 而是适宜时宜 美好的善长 也许只存在于传说中 战国使国际局势 纷繁复杀 各国的统治者之间 也盘根错节 国家无论大小 在处理本国事务时 均不免受国际环境所牵制 此时燕国的内乱 已经不再仅是燕国的事了 有人就想伸手帮他解决 这个时候啊 如果燕国本身乱 也许只知和他的 同伙 也许还能够评判 这样一种混乱 但关键是 已经兴起了国际社会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 国际社会的干预 往往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进程 那么 想干预燕国的 是他身边的一个强大的 邻国 那就是齐 齐国这个时候 齐威王已经去世了 继位的是齐宣王 他的儿子 那么燕国发生内乱 就是邻国的 一种姓氏 所以 既然燕国求救了 那齐国很高兴 上下 摩拳查掌 这正是 扩大地盘的好机会 所以齐宣王 派军队到燕国去 燕国一看到齐国派兵的援助了 大家也都很高兴 就把齐军变成燕国的解放军 所以大家都欢迎 大家都帮助他 所以齐军进入燕国的国境 一路上四楼破组 很快就打到燕国的都城 齐 这个时候 子子在干什么 要组织抵抗 但是一抵抗失败了 因为他 没有得到多少民心 老百姓和贵族都在这里欢迎齐军 所以 子子 战败逃跑 逃跑以后被俘虏 俘虏以后 据说是堕成肉将 再也不能干这个事了 齐国干你什么事 齐国实际上是警告 齐国的城市 你不能仿效子子 你告诫以后的 全臣奸臣不得效法子子 要不然子子就是下场 那么燕王快到哪里去了 死于乱军之中 燕国就更混乱了 但是燕国的混乱 他又有序 这个时候 燕国的贵族 和燕国的民众 拥在了他们 自己的新国军 这个人就是后来 著名的燕昭王 既然人家拥有了新军 而乱又被平定了 按道理来说 齐国应该撤军 得到靠平 得到一些土地以后 他就撤军 但是人们发现 齐军没有任何 撤军的态势 没表现 恰恰相反 在夺房子 占土地 侵吞财富 正在由解放军 变成占领军 这个问题就大了 大在哪里 大在三个方面 第一 燕国的贵族和百姓不干 所以大家都拥在自己的国军 和齐军作对 为齐军在燕国 就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引起了各国的抗议 过去 你这个齐国很强大 我们觉得你还不错 现在竟然要侵吞人家燕国 那就一定打破 战争国的 齐国之间的格局 打破这个格局 其他不干了 你不能做它 所以大家都干预 第三 出在齐国自己身上 齐国还没有强大到那种 见随 灭随 的这么一种地步 另外 齐国 我刚才一再跟大家说 还是一个礼仪之邦 还怕别人说坏事 所以这样一来 国军一轮一大了 援国一反抗了 他扛不住了 于是撤军 一撤军 变成了一场掠夺 于是埋下了护杆 齐军撤退以后 燕国就要重新来整领虫 去拜访郭伟 这郭伟是个老先生 说国军来拜访我 我很高兴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希望人才 我跟你讲个故事 讲个什么故事呢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说是原来有一个国军 非常向往千里马 所以派人带着千金 到处去寻找千里马 这一位带着千金 倒是寻找了千里马 而且找到了千里马 但是 等他找到的时候 千里马已经去世了 死了 那死了怎么办 他对着千里马哭 哭了也要怎么办 然后咬咬牙 用五百斤 就是一千斤一半 把这匹死马的尸体 给运回去 运回来以后 国军看到非常不高兴 我一千斤让你买千里马 你竟然用一半 买了一匹死马 这怎么行 但是这个人 既然敢用五百斤 买一匹千里马的尸体回来 一定有他的想法 和他的说法 当然我们如果以小人之心 剁君子之福 也可以说 谁知道这匹马 到底是不是千里马 他已经死了 跑也跑不动了 无法跑 但是这个人说 如果我们这个事情传出去 五百斤买一匹千里马的尸体 如果真地有千里马的人 还不屈之落物吗 国军一听 很高兴啊 你说的有道理 于是事情传出去了 于是不到一年 三匹千里马 被人带过来了 燕昭王一听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确实可以这样做 那么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国军说 下一步就这样 您就把我 当作这匹死了的马骨头 把我这副老骨头 当作千里马的私底来买 让我过上好日子 受到高待遇 以我这种才人 如果在这里受到高待遇 那人才还不来吗 燕昭王说 对 就按你的办 于是 命令 给这个国伟 蓄起了非常豪华的宫殿 这座宫殿据说 比燕王自己做的还豪华 把宫里面的 把贵族存的 什么金 银 珠 宝 凡事之前的 统统堆到这里 堆到这里怎么办 让国伟 任意使用 实际上人家国伟 不怎么使用吗 这样一来 天下的人才一看 燕国这么招揽人才 于是 人才 分达而至 来了一大批 军事家 政治家 纵横家 什么阴阳家 全来了 这个故事 也引起了 后来 很多文化人 和很多希望得到重视的这些自认为是财子的财子的这个群慕和向往 所以大家都一直称赞这个事 那么李白就羡慕有人能够像对待国伟一样对待自己 说李写了一篇很著名的五颜古风 燕昭燕国伟 穗诸黄金台 巨姓方赵志 周燕夫齐来 你看看 说这个燕昭王为了优待这个国伟 弃齐了黄金台 这样一来 赵国的人才也来了 齐国的人才也来了 杜芙也不甘落后 他有一个奇觉 说是东欲辽水 北湖陀 新向风云 喜思河 紫气官邻天地阔 黄金台柱 俊仙洞 那杜芙也很眼光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燕国打败其国 一雪前池 依据积身大国行列 而帮助燕国在军事上崛起的 是一位来自赵国的名将 他就是越异 今天收看 国史通鉴之 齐燕争风 在战国时期 一个国家要想强盛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明势力 有作为敢担当的君主 他要有宽广的胸怀 更要有伯乐的眼光 抵触北部边陲的燕国 在沉寂了多年以后 终于迎来了一个明君 燕昭王 有了明君 闲臣自然到来 但是李白大概是酒喝多了 他恰恰一个最著名的人物 他没有写到 谁 约翼 诸葛亮自比管仲约翼的 那个约翼 那么这个约翼的到来 才使燕国彻底改变了 落国形象 而成为一个强国的强者 说到岳翼 也是有来头的 他是当年魏文侯 一个将领 叫岳阳的后改 我们曾经谈到过 在魏文侯的时候 余文明叫岳阳的将领 受魏文侯的派遣 灭了一个国 那个国叫中山国 同时把中山国的国都叫林寿 就赐给了岳阳 所以岳阳这个家族 就由魏国搬到了中山 搬到了林寿这一带 但是魏国打中山 应该说是一种实测 中山离魏国很远 中间隔着赵国的大片土地 他打下来以后 他难以占领 所以后来中山国复国了 复国以后 他又被赵国占领 所以这样一来 岳阳就由魏人 就变成赵人了 所以这个岳阳 是从赵国到燕国 那么到了燕国以后 他本来是以死者的身份 到燕国去 这个到了燕国 被燕昭王这种 援揽人才的这种诚意 所感动 于是留下来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 人们对这个国 这个概念实际上正在淡化 出生地 这个国 正在变成一种籍贯了 所以 愿意留在燕国 也很正常 燕昭王 让他做亚亲 用我们后世的说 说是副宰相吧 主持军务 经过长期的这种修养生息 燕国觉得兵强马壮了 这个时候国际形势 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变化 齐国 现任的国军 已经由齐宣王到他的儿子 齐明王 这个齐明王可以说 把齐宣王和齐威王的这种霸业 推向了极致 就在他手上 灭了树 而且在他在位的时候 称帝 这样一来 我们刚才说 他就打破了国际之间的平衡 这样一来 人们就觉得得给齐一些打击才好 那么谁来动手 燕开始动手了 于是燕昭王 召集约翼 当然还有其他的官员讨论 如何找齐国报仇的这么一个事情 于是摆到桌面上来 约翼非常清晰 以燕国的国力 虽然我们自己认为兵枪马仗 但是还不足以和齐国抗抗 我们的兵枪马撞 要通过联盟来使我们更强大 什么更强大 又动用外交手段 于是燕国派出了手接 到韩国 到魏国 到楚国 到那里干什么 来说服那里的国军 和燕国一起 给齐国一些打击 结果游说成功 约翼自己亲自来到赵国 他为什么亲自来到赵国 因为严格说来赵国是他的祖国 他跟赵国很多人关系很好 由他来说服赵国 或者用我们普通话叫说服赵国 由他也出兵 同时希望赵国来做好秦国的工作 在秦国达到量解 结果他也成功了 赵国不但同意 而且据记载把相印也交给约翼 也同时管赵国的军队和燕国的军队 这样一来 燕国 赵国 魏国 韩国 楚国 五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又是一个合众 合众干什么 合众不是对付西边的秦国 而是攻打东边的齐国 你看这个合众倒过来了 反向而行 于是在公元前284年 由约翼做统帅 五国联军从各个方向向齐国发动进步 这齐国就惨了嘛 五国同时起兵 齐国忙了东头忙不了西头 忙了北边忙不了南边 所以全线亏腿 五国联军取得了对齐国的决定性胜利 并且全监了齐国的阻力 群雄逐鹿 曹操究竟是如何奠定军事强人地位的 曹根俊杰 邓爱又是如何攻陷一生南宫的属地 开启了三国统一大幕 为什么说诸葛亮是战场上的发明家 他所推演的八镇图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之处 百家奖谈近期播出三国名将系列 敬请关注 战国时赵国依靠赵武陵王推行的胡府起设 成为中原第一强国 然而一代萧雄赵武陵王最终却被饿死在行宫 敬请收看国事通鉴之赵武陵王 齐国虽然是东方大国 但他的实力再强 遇到燕赵魏寒楚 这战国七雄中的五雄联手打他 战争的结局也是显而易见的 燕国一雪前耻 依局机身大国行列 此时的齐国已经濒临灭国 那么燕国会怎样处理战局 其他四国又怀着怎样的心思呢 这个时候摆在各国盟军面前的两条路 第一条 让齐国认错 齐国也正在认错了 准备割地求和 然后我们得到一些胜利的果实 大家散了 第二继续进攻 甚至把齐国给灭了 这样一来 连军就发生分歧 怎么发生分歧 楚国 赵国 魏国 韩国 他们觉得给齐国一打击 他们不能威胁我们 另外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财富 能够分到一些土地也就可以了 尤其重要的是 如果一旦齐国灭掉 谁得到最大的好处 燕国的最大的好处 各国绝不希望看到一个不可一世的齐国 所以了又出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燕国 所以大家看 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 我们永远脱离不了这种国际关系 但是燕国不这么看 他们觉得报酬还不彻底 另外还有其他的想法 其他的想法就是 最好把齐国把它灭了 因此这样一来 一分歧 四国撤军 但是是友好的撤军 不是闹翻 愿意给了四国 以充分的这种战利品 于是分散 燕国继续进攻 燕国的继续进攻 我们有三个片段 可以看看 他们干了些什么事 第一件事 攻下林子 攻下林子还不算 进取其宝 烧其 攻势 中庙 这个就很严重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要斩尽杀绝 要把齐国给灭了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燕昭王亲自到前线好军 不但好军 而且封曰义 封曰义为什么呢 封曰义为昌国军 这个昌国在哪里 昌国就在林子的附近 也就是说 燕国正在把齐国 变成自己的领土了 把被占领的齐国 变成自己的领土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愿意继续攻略齐国的 这个土地 而且美宫下一地 皆以郡县 以输烟 美宫下一地 就把它改造成郡县 然后作为烟国的顶地 你看呢 他一路上打 经过几年的努力 把整个齐国打下 打得只剩下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举 一个叫做鸡末 其他的都被燕军占领 占领了以后 辅恤其名 给老百姓也安定 而且 把他作为燕国的军宪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禅使 这就叫占领 而且他吸取了当年齐军 占领燕国的这么一种教训 他不掠夺 军队的纪律很好 让齐国的人民觉得 我们燕国统治之下 比你齐军的统治之下 要更好 你为什么不服用 所以齐民也没有太多的反对 三步棋 但是就在继续向齐国进军的过程中 风云突变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一个政策 一个措施 因人而兴 也因人而亡 燕昭王 死去了 他的儿子继位 儿子后来也叫燕惠王 也叫惠王 惠王一继位以后 立即调兵遣将 派人到前线 取代约翼 说你岳将军 常年在外 非常辛苦 我非常体训你 你回来吧 好好过日子 约翼能回去吗 绝对不能回去 约翼到哪里去了 逃回自己的祖国 到赵国去了 受到赵国很高的礼遇 后来成为赵国的一个重要的幕后谋士 但是新结果燕军的将领 在军队里头是没有威望的 也已不但能领兵打仗 而且非常体恤士兵 所以在军队里头建立了崇高的威胁 新来的将领管不住军队 管不住军队 军队就乱 军队一乱就进行掠夺 也变成当然齐军在燕国的那种开始了 变成真正的占领军了 这样一来就引起齐国军民的不满 而在这个时候齐国也正在积举力量 结果沉积反击 全部收回师徒 燕军退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也引起后人的诸多评议 大家都非常惋惜 特别是为越义感到惋惜 如果燕国继续用越义 那不是可以很好的结果吗 但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想 燕会王继位以后 他收回越义 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道理在哪里 就在他父亲燕昭王还在位的时候 就不断的有人打报告 打什么报告 小报告 说越义你看看 这很短的时间之内 少拼齐国几十个城 现在就剩下两个了 那这两个那么难打吗 他一定别有用心 这个别有用心在哪里 可能想在齐地自立为王 那么当时燕昭王在位 对这一种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批评 说不要说越义没有这种想法 即使有这种想法 也没什么了不起 如果没有越义 我们来很好的复国吗 如果没有越义 我们来打败齐国吗 这个消息一传到前线 越义非常感动 就像当年他的先祖 岳阳遇到了魏文侯一样 非常知己 所以拼命地给燕国卖力 但是燕汇王不是这样看 他对他父亲这么信任 约翼已经不满 一旦自己继位 他立即要采取措施 特别是他的祖父被指资 通过各种方式 所谓的善浪夺取了燕国的这种国家政权 他一直耿耿于快 所以不能让历史再重演 所以我们如果站在古人的角度 站在燕汇王的角度 来理解他对越义的这种措施 也不足为怪 另外国际形势又发生变化了 怎么又发生变化 当齐国大的时候 大家觉得不能让齐国大 现在燕国大的时候 大家也不能让燕国大 所以各国的干预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这一场战争 燕国的灭国和复国 齐国的崩溃和重新复国 给战国的格局又重新缓和下来了 齐国不再强大 燕国也不再落小 燕国成为战国其雄 别人不堪小觑 跟这一次的战争直接有关系 那么战国到底怎么走 这个趋势 这个走向下一步将发生些什么事情 再看另外一个国家的脸色来 哪个国家 赵国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说赵国了 那么赵国如何在战国的后期 来发生他的作用 我们下一次就会 谢谢 就会带行 我们下一次就会